看新聞 開視野 歡迎收看今天十月二十六號的公視首語新聞 首先來看一則最新消息 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了行政命令 要求所有外籍旅客 從十一月八號起必須打完兩劑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或世界衛生組織核准的疫苗才能入境 包括台灣目前施打的AZ、BNT和莫德納疫苗 只有未滿十八歲和少數的族群例外 而另外國內新冠疫情新增了八例的確定病例 包括兩例本土病例以及六例的境外移入 而其中境外當中五例都是屬於突破性感染 此外疫苗接種後死亡通報出現年齡最小的個案 是桃園市十五歲高一女學生 本身有神經系統病便室 打完BNT疫苗後二十一天死亡 家屬已經申請預防接種受害救濟 國內新冠本土疫情二十五號週一 新增兩例本土病例 案一六四八五為二十多歲 住在新北市的男性 十月二十四號因為陪病需求裁檢 才去診CT值三十三 血清抗體IGM陰性 IGG陽性 另一個本土個案住台北市 案一六四八六為四十多歲男性 十月二十三號因為陪產需求裁檢 免財確診 同樣也是CT值較高 達三十七 血清抗體IGM陰性 IGG陽性 另外也新增一例死亡病例 為八十多歲的男性 今年六月發病後確診 七月底解除隔離 出院返家 十月初又因為身體不適住院 十月二十二號死亡 他在這段住院的十月一號開始住院的 這段時間也有做過多次的裁寫 那PCR檢測也都是硬性 而在疫苗接種部分 新增七例疫苗接種後死亡通報 包括AZ有兩例 莫德納有四例 BNT有一例 其中BNT死亡個案是桃園市十五歲 女學生 本身有神經系統病變史 打完疫苗後二十一天死亡 是國內疫苗接種後通報死亡事件中 年齡最小的個案 至於第十二期第二階段疫苗預約接種 從二十五號週一上午十點開放預約 已經有七十七點四萬人完成預約接種 BNT第一劑和莫德納第二劑 指揮中心表示 如果BNT最後預約人數不足 考慮再加開給意願登記BNT的三十歲以上民眾 大約有二十八點六萬人 目前疫苗人口涵蓋率為百分之六十七點七 劑次人口比為每百人九十五點一劑 記者賴樹敏 蔣龍蝦特報道 疫苗覆蓋率攀升 國境核實解封 衛福部長陳時中表示 第一劑疫苗覆蓋率要達到七成 第二劑達到六成 才有本錢談邊境鬆綁 另外 疫苗電子數位證明已經規劃完成 只要取得國內EUA的疫苗都會納入 此外WHO認可的疫苗也會列入考慮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近兩年 各國在接種新冠疫苗後 紛紛推出疫苗護照等證明 有立委關心臺灣的電子疫苗證明 是否已經完成規劃 另外部分臺商在中國 完整接種兩劑中國疫苗 臺灣是否會承認 陳時中指出疫苗的電子數位證明已經完成規劃 正請外管協助互相認證談判 此外國內疫情趨緩 國人關心邊境何時可以開放 陳時中在立法院表示 第一劑疫苗覆蓋率達七成 第二劑達六成 才有本錢談邊境鬆綁 至於農曆春節可能有大批國人返臺 指揮中心會採取必要措施 先請外籍人士提早或延後來臺 讓出防禦旅館量能 我們會採取一些必要的措施 譬如說請相關專案的這個人 外籍人士的部分 在明年春節之前的這段時間 就暫時你要嘛就提早 要嘛就等到這個春節之後再入境 讓那一段時間可以讓國人可以順利反國 陳宗彥強調國際疫情仍然嚴峻 因此入境後檢疫十四天的政策不會改變 而陳世忠也坦言疫情變化大 如果直接回家隔離還是有點擔憂 不過會納入考量 預計兩週內會公佈相關規劃 記者賴水銘長龍翔 特別報導 來關心各大報的頭條焦點 自由時報報導 農曆春節國人反臺檢疫措施受到關注 指揮中心昨天表示 8到10月在機場採檢的確診境外移入 有高達77%是完全接種 完整接種疫苗的突破性感染 預計簡歷14天將不會做調整 聯合報則 聯合報則是提到了 108課綱首屆學測進入倒數100天 明年起大學考試分發 首度開放各校系採集學測的長績 而有高達84%的全國科系都宣布將會採集 再來看到中國時報的頭條是 意大利媒體報導指出 中國要求教廷和台灣斷交 來換取中國和梵蒂岡建交 教廷則是堅持先在北京設大使館 再談台灣關係 但是中國不退讓 中泛關係陷入僵局 1971年的10月25號 聯合國通過了2758號決議 承認中國是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 也是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日子 昨天屆滿50年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談話 表示2758號決議是中國人民的勝利 外交部則是回應 台灣早已經是民主國家 中國沒有一天統治過台灣 也無權在國際上代表台灣人民 1971年10月25號 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 如今屆滿50年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出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 合法席位50周年紀念會議 並且發表談話 一開始就提到2758號決議 但沒有提到台灣議題 50年前的今天 第26屆聯合國大會 以壓倒性多數 通過第2758號決議 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聯合國的一切權利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 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 聯合國2758號決議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 也是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日子 習近平表示 2758號決議是中國人民的勝利 不過反觀美國部分官員 近來頻頻展現停臺立場 支持台灣擴大參與國際組織 外交部也回應 2758號決議只決定聯合國內 有關中國代表權席次問題 並沒有授權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聯合國體系代表台灣人民 台灣早已經是民主國家 我國是先進民主國家的事實 也受到國際社會廣泛的肯定 只有台灣的民選政府才有權利 在聯合國體系等國際場域 來代表台灣兩千三百五十萬人民 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一天統治過台灣 自然無權在國際上代表台灣人民 外交部呼籲聯合國不要一再屈從 中國政府的政治壓力 接納台灣有意參與聯合國和相關專門機構 陸委會則指出 第2758號決議 既沒有處理台灣及台灣人民 在聯合國體系代表權的問題 也沒有處理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 兩岸互不隸屬 這是台海現狀 也是客觀事實 記者朱鳳之無其稱 綜合報導 週日 宜蘭南澳發生了今年以來 最大規模地震 昨天凌晨 分別在屏東以及台東 又發生了兩起有感地震 有專家認為 台灣已經進入影末代地震活躍期 提醒民眾要做好防災準備 宜蘭南澳週日下午地牛翻身 全台有感 在這期規模六點五 今年以來最大地震之後 週一二十五號凌晨 屏東縣離港鄉也發生 瑞士規模四點二地震 三點四十二分在台東外海 發生規模三點九地震 民眾擔心 這是週日大地震之後所引發 氣象局表示 初步排除關聯性 氣象局分析 週日宜蘭規模六點五地震 屬於板塊擠壓導致的影末代地震 特性是地震較深 能量釋放快 比較擔心反而是當地接近地表的 南宜蘭構造 位置在宜蘭與花蓮交界 陸地到近海十到二十公里的範圍 歷年來觀測資料顯示 當地地震多 也有專家認為去年和前年地震偏少 臺灣可能已經進入百年一次的影末代地震活躍期 尤其西半部地區近期地震少 累積能量沒有釋放 要特別留意 專家分析 影末代地震因為深度較深 跟相同規模但深度較淺的地震相比 相對影響較小 不過如果影末代發生規模更大地震 還是會出現災情 因目前科技仍無法預測地震 提醒民眾還是要做好防災準備 記者需要林堅台報導 為了抑制房價 政府既出一連串打炒房政策之後 也讓屋主取得成本持續攀高 租金也跟著調漲 根據主計總處公布 租金指數八九月有明顯攀升 已經連兩個月創歷史新高 根據主計總處的統計 國內租金從二零一一年三月以後一路上漲 直到今年五月 因為疫情的關係 租金的指數才出現首度的下跌 但八九月又開始回升 而且連兩個月創歷史的新高 如果以實際租金來看 有房屋比價平台就觀察到 國內的七大都會區 今年十月租金開價和去年相比 漲幅多在一成以上 加上有越來越多北市租屋人口外移 也造成新北十月每平的平均租金 開價一千一百二十五元 比起五年前2017年的八百三十六元 大漲百分之三十四 而桃園近五年租金開價 也有百分之三十二的漲幅 中南部也因為近年新推建案多 帶動租金同步大幅上揚 近五年也都有兩到三成的上漲 陳建明表示 最近政府一連串的打炒房政策 讓屋主取得成本持續攀高 進而讓屋主將部分的成本 轉嫁給租屋族 即便不買房 租屋壓力也大幅攀升 因此政府除了加快社會住宅興建外 也該提供更多的協助與補助 否則買不起也租不起的情況 只會更加嚴重 接著為王新中推報導 網紅小玉涉嫌利用AI技術 將許多名人的臉移植到不雅影片上 泛送牟利 而受害者之一的立委高嘉瑜表示 將會提出修法 也呼籲相關單位要有影片下架機制 而同樣也是受害者的高雄市議員黃傑則說 已經跟受害的網紅等三十五人 組成了群組 研議對小玉提告糾查 拿著解說的手板 卻不喊口號 用沉默表達抗議 因為網紅小玉以AI換臉技術 製作名人合成色情片 販售獲利 包括總統蔡英文 綠委高嘉瑜 高雄市議員黃傑等人 都成為受害者 高嘉瑜二十五號舉行記者會 強調現行法規不足 將推動刑法第十條 增定性隱私影像定義 並且增定刑法侵害性隱私罪章 將刑度拉到最高七年徒刑 如果是意圖引力 是販售等等的 而犯第一項之罪 我們會加重 可以加重其行到二分之一 這樣的事情 本身就是一種虛擬的強暴 我必須要非常嚴正的指責這樣的事情 把這個科技用在這種 性理性的影像上面 我們是可以加出他的立法 由於受害人往往以妨害名譽等罪提告 可是罪行輕 跟犯罪獲利相比 微不足道 黃傑拜託立法院儘快修法 也強調已經與受害的網紅等三十五人 組成群組 研議對小玉提告求償 考量韓國的處理方式是先強制下架 並且追究相關人行責 高嘉瑜要求NCC也要將這部分納入修法 才能在第一時間嚇阻不牙影片的快速傳播 記者陳嘉欣 張宇佳台北報導 新北市瑞芳鼻頭漁港 二十四號罕見地出現了一支小海豹 新北市動保處昨天一早出動了動保員以及潜水人員來圍捕 希望給予安置 可是一靠近 小海豹卻迅速地潜入水中 消失無蹤 動保處表示 海豹多半是生活在寒冷的海域 研判這支小海豹 可能是跟母親失散之後 隨著海流誤闖漁港 不過專家則是認為 潜水人員慢慢靠近小海豹 希望透過圍捕 找個適當的環境安置 不過小海豹似乎是受到驚嚇 很快逃離現場 新北市的鼻頭漁港二十四號罕見出現一支小海豹 民眾發現報警處理 動保處到場瞭解後 決定二十五號一早進行為捕安置 小海豹的出現 立刻在網路上引發討論 還懷疑是否與二十四號強陣有關 對此動保處表示 海豹生活在寒冷海域 這支小海豹 從身形判斷 疑似仍在普魯旗 懷疑是與母親失散後 隨著海流誤闖漁港 不過專家認為 可憐性不高 質疑可能是走私來台 或是遭到專業機構棄養 飼養機關的話可能這些動物生病可能也不好照顧 也可能有一些不是很容易照顧的 那這些飼養大員可能不想花那麼多錢 那恐怕台灣附近也沒這個獸醫 答案就是很明顯 專家特別建議 政府應該對有飼養海豹等海洋生物的專業機構 強制要求物種造冊 並且採集DNA 列出竹虎 才能管制可能的棄養情況 而小海豹出現的原因有待查證 可是小海豹的出現及消失 卻是留下滿滿的驚奇 記得陳嘉欣 張子佳 新北市報導 俗稱雷公蛙的台北去蛙 數量相當的稀少 有保育人士積極展開生態調查 野放富裕等行動 不過研究人員呼籲 台北去蛙對環境相當的敏感 如果沒有好好的維持棄地 所有的保育行動 最後將只是曇花一現 有 有 看到了 看到了 台北吃蛙在那邊 它停在荷葉上面 翠綠色的身體體側兩條金白線 嬌小的台北吃蛙躲在草叢裡 保護色極佳 曾經廣泛分布在西部平地 數十年來因為農藥使用 農業機械化和土地開發等因素 現在只剩北部和南部 還有少數個體 北部大概就是三隻 石門然後陽梅 還有在那個關田 然後還有屏東就這樣子 以過去這兩年來看的話 那個估出來的 屏估出來的數量 可能只有不到四十隻吧 可能就三幾隻吧 2015年起 新北市政府和台北市立動物園 聯手展開一地富裕計畫 希望透過人工繁殖和野放 來重建三隻和石門野外的 台北吃蛙族群 2020年4月首度選定兩個地點 各自野放200隻 在野放的時候有200多隻 那我們就逐月的來這邊進行調查 像今年在做調查的時候 最大量也可以調查到二三十隻 比較擔心是會不會有繁殖下一代 如果能夠繁殖下一代 其實都還算OK 另外台北市立動物園提醒 野放指示保育行動的開始 後續應該更專注在維護好棲地環境 才能讓台北吃蛙長久生存 就物種保育來說 其實我們最怕的就是 放出去它好好的 可是當人們不再關注這個物種 然後棲地進入下一個開發狀態的時候 可能這個物種也會瞬間消失 守護台北吃蛙就是守護這片土地 保育台北吃蛙的挑戰 才剛剛開始而已 記者廖一文 陳清中 新北市報導 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 第二十六次締約方會議 這個月底將要登場 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 二十五號公布了一項報告 並且警告去年大氣當中 溫室氣體濃度創下了歷史新高 將導致極端氣候持續數十年 即需各國政府攜手合作 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二十五號公布的一項報告指出 去年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創下歷史新高 並警告人類必須適應氣候變遷 因為最近發生的極端氣候 將在未來數十年持續發生 為了對抗全球暖化危機 沙烏地阿拉伯作為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國 發起一項中東綠色倡議 將投資一百億美元來減少當地的碳排放 美國氣候變遷大使凱瑞認為 世界上沒有國家能夠獨自完成這項任務 必須透過各國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合作 英國首相強生在一場與兒童探討氣候變遷的活動中 則批評國際飲料大廠是造成大量塑膠垃圾的元凶 聯合國氣候變遷剛要公約第二十六次 公司締約方會議十月三十一號到十一月十二號 將在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行 預計將有一百二十多位各國領袖 和二點五萬名代表出席 一般認為這項會議是制定全球減排目標 以減緩暖化的關鍵 公視新聞鄭偉仁 中建剛編譯 感謝您收看這一節的公視手語新聞 我是王小叔 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我們下期見 請記得按讚 我們下期見 七五萬個月 正在晚上 我們下期見 chten 唐人